孔庆君66岁 李懿退休金3000元 儿子已婚 公租房56亭 太远了 从我们台打车 到底这样的50多块钱 是 没 这家的不是公租房吗 我这屋里太破了 没 太晚了 就这么穿鞋进去吧 来吧 进来吧 看看我的道理 乱七八八 你这往不一般的乱七 我没收拾了 我说孔庆君 孔庆啊 虽说一个单身老爷们儿 能把他收拾得干净利索的 的确是不多见 但是你这家让你造过的 也属实是有点让人看不下去了 可孔庆自有他的一套理论 他说呀 这男人手巧可不在家务上 来 让你们看看我的大作 我这是烤蛋糕有几期 烤啥蛋糕啊 就吃鸡蛋糕啊 吃鸡蛋糕啊还是 不是 不是 就是那个小蛋糕大饼吧 没见过呀 没见过啊 我自个做的 你能见过吗 你自己 我自个设计的 我原来 原来的话 我就是食品厂的厂长 面包机师 我电号要都会 你说了 那你做的干啥呀 我就是为了 我不是不是在家务 我要上市场 我要上找事儿 我要去赶集 现做 现卖 要不然你那大炉的话 你不是搬不了 孔叔叔啊 年轻时自己就爱研究这些机器啥的 这岁数大了呀 人更不能闲着 虽说自己每个月都有三千多元的退休禁 但是啊还总想着再研究些赚钱的道道 这是 这是我崩的包门花 是那种就摇摇摇 对对对对 对对 我不摇了 我给它改了 我改成垫的了 自动的 那玩意儿啊 那机器呢 我机器在我的 我租了个房儿 我租了个地方 租了个地方 我把 我在那儿干活儿 连把我的东西全在那儿呢 连着远 不远 我车上去 行行行 说走咱起身就走啊 开车也就五分钟的路程吧 我们就来到了孔叔在家附近 特意花一千块钱租的小仓户 到了那孔叔就迫不及待的 跟我们展示起他最得意的大作了 全国都赌一份 因为什么呢 他们都没像我这么做 一天崩十锅八锅的 那轻松加愉快 但是我还原来 原来我没往商店送的话 我还卖 一天我弄个百十块钱 孔叔说了 他这人吧 这辈子没啥爱好 不抽烟不赌博 就爱琢磨些挣钱的道 可老天爷偏偏爱跟他把玩笑闹 要说按照孔叔这种 能钻研爱琢磨的劲 不说发家致富吧 可总不至于到了这个岁数 连个房子都没有啊 我这辈子什么都叫我干到了 最开始上班 17岁就到凉店 20岁就当凉店主任 原来的话 我就是食品厂的厂长 面包机师 完了之后下岗 下岗了 就崩包美花 养猪养牛 养猫驴子 养鸡 反正几乎没有我没干到的 我还干过人工大馆配牛物 我还有证 我这一辈子没有我没干过的 汇的太多了 就啥也不适的 这山望着那山高 上了那山把脚敲 孔叔总结自己这辈子 就像那股票一样 是高开低走啊 不过自己的心态啊 一直都很好 他也始终相信 只要自己不放弃啊 总会有翻盘的那一天 哇 凉了 这也是你自己焊的吗 我自己做的 那是我买的塞底 那标的时候我给我盆改的 不是 我看着我刚刚说的 我说这不是盆吗 给我盆改的 尝尝吧 尝尝吧 嗯 好吃 我尝尝 我把花绑得真好 好吃 你熟吧 嗯 你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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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熟吧